菲律宾现在是一再挑衅 在人海交流事情刚过去之后 它现在又对我们先必交 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 我方其实在这次处置上 就已经显示出来我们的决心了 就是坚决维护我们的主权和海洋权益 从视频处理 还有看了一些相关信息 就是我们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有预设的一个方案 在什么样的一个区域 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其实实质上 就是看它对我们的挑衅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我们现在的处置 应该是我们现在的预案处置 应该是非常充分的 也是充分考虑了国际法 和国内法的相关因素的 因为我们知道菲律宾 无论它的海军的实力也好 海警船的力量 都是在东南亚国家 或者在南海周边国家 它也算是比较薄弱的 但是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 也频繁地对中国进行侥幸 最重要一个 就是它认为背后 有域外国家的纵容和承拗打气 如果它继续在侵权侥幸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不悬崖勒麻 那么它必将会遭到中国 以法进行的有利的反制 其实中国从来都是希望 能通过协商谈判 来和平解决这个争议 那么也希望菲律宾 能够信守承诺 能够严格按 它与中国和其他九个东盟国家 发表的南海各方新闻宣言 来行事 那么首先一个 要通过协商谈判 来解决争议 第二 不在中国无人岛礁上 采取居住 这个侵权行为 第三个 不要再采取 是事态扩大化 复杂化的这种侵权行为 这种侵权行为 和 autr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